谈到幸福 有一个很典型的误解 就是认为 穷人一定活得不开心 极不满意 但现在的研究 意外地发现 富人还不一定得到快乐和幸福 这件事 你得有一种幸福的人生态度 靠谱讲书的书友你好 欢迎收听我的幸福书单 我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 心理学教授彭凯平 希望通过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帮助大家了解幸福 获得幸福 今天我们来讲一本 积极心理学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们积极心理学之父 著名的心理学家 马蒂舍林根本教授 一本特别有影响力的书 书名叫做真实的幸福 从这本书里头 你就可以看见 一个人如何变得有持续的幸福 真实的幸福 他的观点很简单 幸福至少有一半 是掌握在你的手里头 换句话说 幸福的开关在你手中 萨里格曼自己研究就发现 好像穷人也可以感到快乐和幸福 富人还不一定得到 快乐和幸福 他通过很多心理学的研究 书中都有强细的介绍 他发现非常穷的人 可能确实还真的是不幸福 但是一旦实现温饱之后 那么金钱的作用 对幸福的帮助 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这个现象 我们把它叫做幸福的拐点 有很多证据证明 这个幸福拐点确实存在的 比如说美国特有名的富人杂志 福布施经常登出来富豪排行榜 那么这个富豪排行榜上 前一百名的富豪 现在发现他们并没有比一般人 活得更幸福一些 可能在某种上他们钱很多很多 但他们幸福感呢 并没有增加特别特别多 说明什么钱和幸福 还真的不是一种线性的对应关系 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讲 这个拐点到底在什么时候 我们的研究团队呢 其实也做过一些这些分析 大约在2014年的时候 在新浪微博的帮助之下 我们曾经调查了 两亿多个新浪丈夫 不一定是两亿多人 但是呢 确实是来自两亿多个丈夫的消息 就是我们计算了一下 中国各个城市老百姓的 平均的幸福指数 和这个城市的人均GDP的关系 结果发现啊 他们的关系呢 并不是一种线性的 什么意思 不是说一个地方 钱越多GDP越高 幸福感越高 其实在很多时候啊 我们发现在贫穷的地方 增加一点的GDP 确实可以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但是在人均GDP 超过五万人民币的时候啊 我们发现 人均GDP的增长 和幸福的增长 就完全脱节了 就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说那些大城市 富裕程度特别高 人均GDP特别高 但他们的幸福感呢 并没有增加多少 有些小地方呢 谁人人均GDP不高 但老百姓的幸福感呢 确实很高 当然我们还得承认 贫穷的地区 落后的地区 人民的幸福感呢 肯定也不会太高 这就是幸福拐点的意义 对于我们中国人 已经脱贫的大多数人 那我们的幸福感 肯定不能光靠增加工资 增加奖金来得到 不能说这样的事情没有影响 确实多一份钱 多一份快乐 但是不是增加我们的幸福感 这本书告诉我们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才让我们真正感受到 幸福的提升 那么如果想获得 更多的幸福感 那有什么办法没有 赛利格曼在书中提出来 最幸福的前10%的人 其实呢 往往都有个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 亲密的生活伴侣 为了支持他的观点呢 他在书中引用了 美国的最大的民意调查中心 一项长达30年度调查研究 从调查研究的结果来讲 已婚的人感到幸福的比例呢 要高于那些未婚的人 婚居的人 离婚的人 上偶的人 所以萨里格曼他自己认为 婚姻与幸福的相关性呢 应该是存在的 但是呢 没有定论 什么意思啊 就他可能是一种相关的关系 幸福的人 容易在婚姻中间得到幸福 而不幸福的人呢 可能在婚姻中间 得到的幸福要少一些 而婚姻本身 不会给我们带来 更多的幸福 现在已经有很多研究 证明确实如此 萨里格曼教授在书中就谈到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的 一项研究就发现 只要是有自己的爱好 只要有自己的追求 只要觉得自己活得 有价值 体面 尊严 其实呢 结婚不结婚 可能幸福感差别都不太大 那怎么样的人 才会得到真实的幸福 萨里格曼教授 在这本书里头 就提到了一个有趣的发现 爱笑的人 可能更幸福一些 特别是 一个经常流露出 真诚微笑的人 拥有更美好的 幸福的生活 也有更美好的婚姻 这本书提到了一个概念 叫做迪香式的微笑 主要是纪念 发现这个现象 那个法国人迪香 这个法国人呢 他是个医生 在1862年 他做了一个很经典的试验 他就是让左领右舍的人 来到他的试验室 给他们脸上 偷上电击 看一看 刺激什么样的肌肉 会产生什么样的表情 结果他发现 当你的嘴角肌上扬 颧骨肌上蹄 眼角肌收缩 出现鱼爱纹的时候呢 那这个笑脸呢 往往就是最有魅力 最有感人力的表情 特别是 我们的眼角肌的鱼爱纹 它是不由自主的 只有人真心微笑的时候 它才出现 装笑 假笑呢 往往不会出现 有些人 由于各种原因 会出现一种 我们说的 官大人 装出来的微笑 这个微笑 也有心理学家 把它开玩笑 叫做 Pan American Smile 就是美国老的微笑 就是美国老的微笑 这种笑呢 往往不是发自内心的 真心的微笑 因为它的眼角肌 无法笑出来 因为这个眼角肌 它不由自主 它不是由我们能够控制 只有真笑的时候 才出现三块肌肉 包括眼角肌的收缩 而这个假笑的时候呢 往往没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经常讲 我们中国经常说 皮笑肉不笑 其实呢 更准确的说法 应该叫做皮笑 眼不笑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 心理学习的教授 Dr. Kelton 他带着我以前的 一个研究生 林安·哈克 就对我们伯克利加州大学 附近的一个学校 叫米尔斯 一个女子学院 他们1960年 毕业的141个女生 进行长达40年多的研究 他就发现 在20岁 40岁 52岁的时候 去分别访问他们 结果特别明显 那些经常展现出 敌相微笑的女生 27岁的时候 结婚的比例 要高于那些 不笑的女生 到了50多岁之后呢 那些会笑的女生 往往离婚率呢 也更低一些 自我报告的幸福指数呢 也高一些 更多的心理学 也发现 这种微笑 特别是真诚的 敌相式微笑 确实可以改善 我们的心情 提高我们的情绪状态 让我们更具有创造力 想象力 感染力 魅力 也有更好的人际关系 更幸福 更健康 所以说生活中间 其实我们不妨 多一些微笑 无论是富人 还是穷人 那我们就得聊一聊 萨利格曼教授 提出来的幸福法则 换句话说 如何通过我们自己 后天的努力 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 来改善我们自己 能够控制那些 生活的因素 那这些能够改善的因素 就是他提出来的 幸福的法则 我们心理学界呢 也把它叫做 萨利格曼幸福法则 或者叫做 萨士幸福法则 那这个幸福法则呢 有这么几条 第一个幸福法则 就是要让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 过去我们心理学界 一直认为 人们的过去 往往主导他们的现在 决定他们的未来 所以说 很大程度上 心理学家流行的就是 帮助你分析过去的经历 对你的伤害 这也就是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 以及阿伦贝克的 认知疗法 他的主要的做法 就让我们人 关注 探索 讨论 分析一下 过去的经历 对我们的一些影响 特别是早期的 童年的经历 对我们影响 到底有多大 沙利格曼 他就坚持认为 这种看法 太强调童年的重要性 太强调过去的 决定性的作用 他个人认为 过去的作用 可能没有我们 想象的那么重要 过去的经历 固然对我们 有些影响 但是人 可以超越 过去经历的影响 人的一切 不是由原生 家庭决定的 也不是由 过去痛苦的 经历决定的 人的一切 往往是由 未来所决定的 所以我们要学会 从过去中间 脱离出来 超越出来 不要沉眠在过去 不要沉浸在过去 应该是放空 自己过去的经历 来充实我们自己 未来的理想的 追求和召唤 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能够让我们 从过去的痛苦中间 超越出来 解放出来呢 沙利格曼提出来 有两个特别重要的 积极心理体验 也许能够帮助我们 从过去的不幸中间 逃离出来 那这两个 积极心理的体验 一个叫感恩 一个叫宽恕 所以它提出来 一些感恩的练习 能够帮助我们 提高我们的幸福感 来超越过去经历的影响 就是可以想一想 对你生命中间 那些重要的人 可以选一个人 可能是你的亲人 也可能是你的朋友 也可能是你的领导和老师 任何人 你觉得可以算作 生命中的贵人 在你特别需要的时候呢 曾经对你有所注意 今天呢 你就想一想 如何给他写一封感谢信 然后带着信呢 去找这个人 看着他的眼睛 大声地念出来 你写这些感恩的语言 那么你会发现 这种练习 能够一下子让你觉得 生活特别的有意义 那么第二个法则是什么 莎里格曼教授就提出来 萨士幸福法则二 未来呢 不全如你想象的那样 悲观的人呢 容易把不幸的事情 看作一种永远 永恒 从不变化 总会如此 他们认为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坏事情 都是永久性的 都是长期性的 就是那些不幸的事情 会一直延续下去 与之相反的那些乐观的人 你发现 他们容易把这些事情 看作是钻石的 短暂的 有时候 有的情况下 有的人 才会有这样的体验 把不幸的事情 当作一种爆发的偶然事件 这样的事情 对我们的伤害呢 就容易让我们管理起来 控制起来 这种悲观的人 和乐观的人 你会发现 他们的未来的状况 生活的现状就完全不一样 因此说 悲观的人 要想活得幸福感 萨里格曼的建议就是 增加乐观 具体的方法呢 就是要指认出来自己悲观的想法 同时呢 去反驳它 但是 反驳别人容易 我们反驳自己呀 可能还不是那么容易 这就是为什么 一旦产生 智责 要超越这样的负面情绪的影响 往往比较难一些 那 那萨里格曼呢 又给我们一些建议 叫做ABCD法 这个ABCD法的具体是这样做的 A指的是什么 英文叫做Aversity 就是那些不好的事情 让你难受的事情 痛苦的事情 比如说 今天晚上 我和爱人吵了一个晚上 这显然是一个不好的体验 那B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Believe 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 它发生了一些想法 看法 这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处理不好 跟爱人的关系 我为什么会跟他吵架 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那么在矛盾程度上呢 这个想法 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自己的身心的感受 那C是什么意思呢 C指的是 Inven consequences 也就是 这个想法 它所产生的后果 很多时候呢 当我们有了这种想法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很委屈 对吧 这不是我的错 那我就觉得很难受 那就会让我们伤心流泪 如果是它的原因 也许也会让我们去愤怒 所以说 所有的想法后面 其实都带有一定的结果 那出现这样的想法和结果 又怎么办呢 所以萨里格曼教授 这个Dia很重要 因为叫做disputation 也就是反驳 就是当我们自己 出现一些负面的想法之后 带来了一些负面的结果之后呢 一定不能让这个结果 产生长期的深刻的影响 一定要去反驳它 那这个反驳是什么 我这个想法也许错了 我不能改变那个事实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对事实的看法 这看法也就是说 也许不是我的错 也许不是他的错 也许这期间还有其他的原因 这个其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就去了解 所以改一改自己的想法 可能我们的行为就会改变 当这种行为改变之后呢 可能会产生新的更好的想法 所以这个教授就提出来 任何事情呢 一定要有这种ABCD的做法 好 在ABCD之后呢 萨里格曼教授提出来 很多人还有一种特别愉悦的体验 叫做E 这个E呢 叫energization 什么意思啊 就当我们成功的改变想法 产生不同的结果之后啊 我们会有一种特别愉悦的感受 这感受让我们觉得好多了 问题解决了 同时也对彼此有更多的认识 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 所以说这样的一种 ABCDE的方法 是萨里格曼提出来 解决我们个人的一些 心理的冲突 矛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之一 萨里格曼教授 还有一个幸福法则三 这个法则就是 抓住现在的幸福 现在的幸福与过去和未来的幸福呢 有着非常不同的成分 萨里格曼教授 谈眼前的幸福感呢 他就包括特别愉悦的身心感受 和满意的身心体验 这两种是不同程度的幸福感 愉悦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感觉判断 比如我们经常说 喜欢吃冰淇淋 喜欢去按摩 而满意呢 是一种浮流的体验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沉浸其中 窝两望 比如说读一本好书 打理自己的花园 在毛泽神中上 产生一种满意的感觉 所以在生活中间 做自己愉悦的事情 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幸福 吃冰淇淋在毛泽神中上 让我们产生愉悦的感觉 这个愉悦的感觉 它是短暂的 它容易消耗掉 它容易消失 但对未来的帮助呢 确实不如我们说的满意的感受 更加强烈一些 如果你不能区分愉悦和满意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体会一下 生活中间那些让你感到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包括这个灿烂的阳光 微风拂面的愉悦 细雨在手心发扬 你注意到这种感觉 它往往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 它往往容易消失 也特别短暂 但这种满意的感受呢 你会发现它往往比较长久 对未来有比较影响 比如说喜欢读书的人 读着书 那种淡定 从容 愉悦的满足感 它对我们未来的行动啊 往往有更大的帮助 所以说愉悦和满足 其实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积极体验 一种体验呢 它容易去消失 而且呢 受外在环境影响特别大 另外一种体验呢 往往受我们自己的控制比较大 满意是可以自我控制的 更重要的是呢 沙里格曼教授就是提出来 我们一定要细细品味 当下所有那些美好的事情 让我们产生心满意足的感受的事情 那就包括我们喜欢做的工作 我们欣赏的生活 我们拥有的美好的一天 这些事情呢 把它积累起来 体验起来 我们就会觉得生活其实幸福挺多的 让我们特别满意的事情呢 也是特别挺多的 这种习惯性的愉悦的体验 甚至发现对我们的大脑 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所以说当这种稀奇的作用长了以后啊 我们人类的幸福体验呢 就更加多一些 那这就是沙里格曼教授 在书中提出来的 幸福三法则 关于如何创造幸福 我自己呢 也总结出来一套方法 叫做五思法 它是结合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出来的 人应该把自己早就有的财富 把它奉献出来 舍得给别人 舍得给自己 这个方法呢 也很简单 就是言诗 言诗 深诗 心诗 和掩诗 简单说 言诗就是要积极地表达 欣赏 说出来自己的话 和那些乐观的人 朝气蓬勃的人 多多地在一起 多多地聊天 经常说一些积极的言词 积极的语言 我们现在发现 能够让自己感受到一种积极的力量 你注意到没有 当你聊那些高尚的事情的时候 你抬头挺胸 当你聊那些心情沉重的时候 你垂头上气 所以说 不要以为说话 就是嘴皮子功夫 其实说话呢 是一种身心的体验 同样的 我们也应该做深思 深思就是 一定要舍得动 人作为一种动物 它的进化的优势 就是行动 所以给自己一些行动的习惯 每天跑步十五分钟 或者是三十分钟 大脑就会分泌出 各种积极的神经化学地质 包括类肺态 多巴胺 同样的 让自己动起来 听音乐 闻香 唱歌 跳舞 做任何事情 只要让自己开心 其实都会让自己 逐渐积累 幸福的体验 第三 就是掩饰 就是要舍得用眼睛 用心眼 去欣赏身边那些 点点滴滴的美好的变化 上班的路上 欣赏一下季节的变化 城市的变化 周围人的变化 在家里呢 欣赏一下家里 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 所以说生活其实并不单调 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太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 奋斗的目标 在眼前的工作 让我们容易忽视那些生活中那些真善美的细节 所以说要舍得慧眼禅心 第四呢 就是要有严实 这个严实就是要舍得把我们的笑容 呈现给自己周围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人装久了 生活压力太大了 笑不出来 但是萨里格曼教授 在书中给我们的建议 就是要给别人真诚的微笑 而这种敌相似微笑 拥有我们产生愉悦的感觉 增加我们婚姻的幸福 事业的成功 深厚的美满 第五呢 就是心思 很多时候啊 我们自己做事情呢 可能没有用心去做 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去做 是因为我们太忙 太着急 太愤怒 太有别的目标和追求 使得我们忽视了身边的人 特别重要的是 忽视了自己的内心的感受 在某种程度上 能够感受到别人的好 欣赏到自己的价值 发现生命的意义 其实这种心思啊 挺重要的 我把它叫做 无心可见 因为这个心 无加起来 就是一个无字 加树心旁的物字 这个物呢 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间 特别重要的一种能力 好吧 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本萨里格曼的著作 《真实的幸福》 萨里格曼教授呢 也算是我的恩师之一 因为很多年之前 我其实并不是从事积极心理学的工作 我的研究领域 研究人类决策的一些陷阱 换句话说 我曾经研究的是人类的消极心理 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愚蠢 为什么经常犯一些认知的错误 但是后来我接受了积极心理学 就发现萨里格曼教授的观点和思想 对我们人类的生活可能更有意义 特别是对普通人 更加有帮助 有价值 认知心理学 特别是高级的决策 我曾经研究的领域 是帮助极顶聪明的少数人 如何不犯错误 但是积极心理学呢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如何避免痛苦 那这就是这本书 《真实的幸福》 它的真实的价值 和意义 这就是我把这本书 推荐给大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确实是 我们幸福生活的祥导书 如果你觉得这本书 能够帮得上你身边的人 欢迎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 把这本书分享给他 我们一起读书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